谢谢10周年团队还有MGD的报告 那我们下一位请乐森先生 那他报告的是这个 对政府教育补助的一个提案 那我们请Tim准备 大家好 我是GiliB的新人 我叫乐森 那我要做的提案其实蛮简单的 谢谢大家 不知道为什么得到掌声 那我的提案要做的工作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我们尝试着把教育部里面 关于各式各样的补助要点 他的申请的内容 可以做成白话文的翻译 相关的经验 还有甘苦谈 可以放在一个公开的资讯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交流不断的更新 把资源开放出来 要做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那目前的成员 两位都是比较跨领域的教育工作者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教育团体跟机构 还有各式各样的补助的案件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扩展开来 但是我们的成员比较单一 所以我们会需要的人 就是有相关这个语文能力比较强的 或者是就是marketing能力比较强的 人能够做出比较好的文字跟图像 来具体的描绘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会需要有人能够写程式 或架网站 这个网站我们的想象中 其实相当的简单 但是因为我自己架网站 可能是20年前的事情 现在应该跟这个网络世界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会需要有人支援 好 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 那后面来谈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政府有很多的政策 它选举的时候有很多的政策 它就会定了法律 然后会定了这个制度 定了办法 定了原则 去补助社会上的人士 不管是学校 机构 团体 个人做这些不管社会教育也好 或者是新创教育也好 或者是这个终身教育 然后这个新住民 然后国际教育 然后是这个各式各样的教育 的这个协助我们的社会 但是这些东西 它因为政府本身的官僚系统 它往往流于就是 非常的形式主义化的东西 好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看到下面有很多的单位 它拍了非常多的照片 写了很多的文章 呈现了成果给这个政府 政府就说我已经完成政策 说我有政绩 但是实际上 真的到我们人民手上的东西 非常的少 好 我举个例子 各位 我们一般都念过公立学校 都知道有反读反焉教育 有没有人没有看过 反读反焉教育的 应该都有看过 我曾经被要求播放一个 反读反焉的影片 里面没什么内容 就是这样一路放下来 对学生是没什么帮助 就是给政府做政绩而已 到最后的时候 他会放说导演是谁 演员是谁 然后那个灯光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后一行非常的大 制作人是连战 好 我不知道连先生 是不是会拍电影 但是各位可以想象得到 政府的这些资源 几百亿的钱 都流到哪里去 好 他的效益 是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很希望各位 能够来共襄盛举 能够来帮我们的忙 谢谢大家 对于这个政府的教育 政策补助 因为蛮仰赖民间的投入 所以这一块能更白